业余所为 爬得高点得重 爬到飞翔飞飞翔天 死了以后 这我们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一般呢 都是度阿比利 为什么 他信心动摇了 他误以为 飞翔飞飞翔天呢 就是祝福所证得的 大半年半 他在那个境界 以为是自己证得 大半年半 不生不灭 到定功 失调的时候 经上讲 他的寿命也就是他定功 八万大戒 八万大戒到的时候 他定会失调 失调的时候 他就想来 这从前诸佛菩萨骗过了 正到这个大涅槃 就不生不灭了 为什么我现在烦恼 起先行 这一念 就造阿比利 罪 毁邦神仙 邦佛 邦法 邦神 这个罪业 就到底 你说 多可怕 他不知道 错在自己 他把错 过错 退到三宝了 那些 再看底下 又 诸金之王 华 阴尽云 望舍菩提心 修诸善法 使命 母业 这华阴尽云说的 我们念过的 我们修行 把菩提心忘掉了 真会忘掉吗 真会 甚至 你在学习经教 你在讲台上 讲经说法 菩提心都失掉了 怎么失掉了 不是真诚心 还架杂着 明文理 还架杂着 自私自利 菩提心忘掉了 忘得干干净净净了 那我再换一句话说 还有妄想分别之处 菩提心没有了 那是六道众生心 那是轮回心 轮回心讲经 也是轮回意 不过它是轮回意 里面的善意 将来果报在三善道 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就是母业了 所以修一切善法 修佛法 都叫母业 就是六道的佛报 你修到 四界天 修到五四界天 还是不行 五四界天 寿命静了 还往下堕落 也有所谓 爬得高 点得重 爬到飞翔飞飞翔天 死了以后 这我们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一般都是读阿比丽 为什么 他信心动摇了 他误以为 飞翔飞飞翔天 就是祝福 所证得的大半年盘 他在那个境界 以为是自己真的 大半年盘 不生不灭了 到定功 失调的时候 经上讲 他的寿命 也就是他定功 八万大劫 八万大劫到的时候 他定会失调 失调的时候 他就想来 这从前诸佛菩萨骗我了 震到这个大涅槃 就不生不灭了 为什么我现在烦恼 起信心 这一念 就造阿比丽丽 罪业 毁谤神仙 谤佛 谤法 谤神 这个罪业 就到底 你说多可怕 他不知道 错在自己 他把错 过错 退到三宝来 发行之药 不可言 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再看底下一段 袁晓四等 在前面说过的 以发菩提行为正音 念佛为助音 偶尔大师 在药节里面 取的是这个意思 偶尔大师 注明陶金药节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 信愿之有 你看 真言 念佛 功夫的前身 使往生 极乐之后 平位的高下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心愿 平位高下的时候 是在你 念佛功夫 偶尔大师 讲的 也就是 袁晓四 他们这个意思 我国 善道 林芝 于日 日本 敬宗 住家 在以 持名 为真心 发行 为助心 这是 所以人者见人 见智在见智 祖师大德 他们看法不一样 他们认为 这些认为 持名念佛 这是真心 发菩提心 是助心 正 助要双修 由正没有助 不能成功 由助没有正 也不能成功 所以 莲池大师 就把他会合了 莲池大师 在弥陶经 苏抄里面 后会之夜 还以 持名 为真心 负以 持名 为发菩提心 真正持名 就是发菩提心 为什么 这里有道理 持名念到一心不乱 不就是菩提心吗 持名没有到一心不乱 那不是菩提心 这个主要知道 菩提心是清净心 是平等心 我念这句阿弥陀佛 一天到晚 念 心里都是阿弥陀佛 口里是阿弥陀佛 把其他东西 全放下了 这就菩提 那 如果我念阿弥陀佛 求生 西方 极乐世界 其他东西 没放下 架杂在里面 这就不是菩提 过说 过有礼 莲池大师 他把他会通 这就是 一切皆一 一切皆一 不二法门 菩提心跟持名是一 一不是二 真持名念佛 确实 他是圆满的菩提心 否则 他往生 怎么可能有那么好的位相 欲知实至 走得很潇洒 很自在 菩提心 是 莲池大师 苏超里的人 取 娘家 而 后悔其也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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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